周围的人嫉妒你时,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心态,不希望你过得好,更不希望你过得比他们好,而越是熟悉的人,越容易对你产生嫉妒心,一旦他察觉到你的生活越来越好,或者你已经超过了他,这个时候,他就会想方设法阻挠你,甚至破坏你的生活。 最常见的行为有三种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古运学堂,阻挠你的脚步,在社交中,你有没有遇到过拖你后腿的人,你想减肥,对方说,哎,减什么呀,先吃了再说,吃饱喝足,精神愉悦才是最重要的,你想好好学习,他说,学什么呀,你看我都不学,你就别装了,学也学不会的,你想努力工作,努力生活, 他说,再怎么干,你也不会过得得好,出来玩吧,这样的人,总是不断引诱你,一步步突破你的底线,倘若你是一个意志不坚定,没什么主见的人,就很容易被对方影响,他们会过度侵入你的生活,干扰你的节奏,阻碍你的进步,而对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,他不想好,你也别想朝着好的方向走下去,他过得不好。 你也不能过得好,举个例子,你是倒数第二,对方是倒数第一,对方本就不愿意学习,但现在你却越来越努力,他就有一种被你抛弃的危机感,他会想,我不学,你也不能学,我不是学习的量,你也不是,只要有他在,你就别想安心学习。 无论是学习,工作,还是生活中,常常能遇到这样的人,他们骨子里并不希望你过得好,因为你过得好,会让他无比煎熬,感到愤怒,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,看到你想努力,你有在用心生活,对方会主动退出你的生活。 不会过多打扰你,因为他也要跟着你一起努力了,满口画大饼的言论,而且Poor你。 职场中,经常出现这么一些老江湖,把Poor的数点满了,只要几句话,就能让别人乖乖听话,甚至埋头做事。 上次有这种Poor的话术,那很正常,而随着江湖的发展,如今连同事都有Poor的,让你特别难堪。 一般来说,Poor一个人,需要他有着高超的诡辩能力,还需要有良好的演技,几下,给一颗糖,好的说成坏的,坏的说成好的,循环转换下去,那老实人就中招了。 越是喜欢Poor的人,其虚伪的程度,越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,没有多年的经验,那是说不出这种熟练的Poor话术的。 对于这些人,我们没必要与之针锋相对,只需要记住一点就可以了。 你怎么说,那是你的事,我怎么做,那是我的事,双方逢场作戏,随机应变,那就可以了。 太极,恰恰是应对虚伪之人最好的方式。 当你努力时,他们冷嘲热讽。 见不得你好的人,当然是不希望你重新振作起来的, 只有那个失败之后一蹶不振的你,才符合他们心里的预期。 你颓废,堕落,他们丝毫不会觉得心痛,相反只会感到很安心。 可哪一天你要是醒悟过来,决定要好好努力了,他们就开始焦虑不安了。 因为他们知道,你若是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,迟早有一天会达成自己的目标, 一旦你的日子过得好了,他们就会浑身觉得不舒服。 所以,打击你的自信心,就是他们此时此刻最热衷的事情。 不论你说要干什么,他们都是一副很不看好的样子,一个劲地给你泼冷水,只希望你可以自己放弃。 比如你说要考证,他们会说你要能考上。 全中国的人都能考上了,你说要去创业,他们会说就你这样的,最后肯定血本无归。 所以,如果你不听劝阻,坚持走自己的路,他们就会很不甘心,却又无可奈何地说一些风凉话,像什么浪费时间,将来一定会后悔,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之类的。 总之就是很难听,说到底,他们就是见不得你好,所以压根不希望你努力。 总喜欢笑嘻嘻,有一种人整天笑嘻嘻地就跟捡了钱一样。 对于这些人,我们都没有什么抵抗力,就觉得他们是好人。 心态特别积极,因此,我们经常被,如果这个人是刚出社会的小白,那他整天笑嘻嘻的,我们可以称之为单纯,也就是俗称的傻。 可是,如果这个人不是刚出社会的小白,而且混迹多年的老江湖,那他们的笑嘻嘻就并不是单纯的笑那么简单了。 别人的笑,通常都是有目的的,要么是为了隐藏自己真实的一面,要么是为了让别人掉以轻心,从而更好地设计陷害别人。 如果有一天,你被人算计了,那你第一时间想到的,绝对不是这些笑嘻嘻的人,而是那些凶神恶煞的人。 但我要告诉你,所有表面上的东西都是假的,越是凶神恶煞的人,越没啥心计,越是笑嘻嘻的人,心眼越多。 故意无视你的情绪,开不合时宜的玩笑。 有些人不顾他人的感受,故意无视他们的情绪,通过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来损害他人的尊严。 他们似乎喜欢看到别人不快和痛苦的表情,这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中频繁地伤害他人,而不自知。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就是一个喜欢开朋友玩笑的人,他总是戳中对方的痛楚。 即使察觉到朋友的不快,他也不会在意,反而越发开心。 然而,玩笑和羞辱只是一线之隔,如果开得太过分,就会成为对他人尊严的践踏。 很多人可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,他们的玩笑可能不经意间伤害了他人,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。 那些偏好通过羞辱来展示自己的优越感的人,其实内心往往充满了自卑,因为他们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嫉妒和不满,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排解自己的情绪。 遇到这样的人,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和他们保持距离,保护自己,不要受到伤害。 人际关系的建立,需建立在互利互惠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 当遇到一些不友善的人时,我们没有必要勉强让自己适应,而是应该及时远离他们,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环境。 蔡庸说过,朋友知道,友谊则和,无谊则离,不要为了和群而委屈求全,不要让自己受到损害。 那些喜欢炫耀,打压和羞辱别人的人,对你来说并不重要,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与他们相处, 不如选择那些真正愿意支持你和关心你的人,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些能够带给你快乐和成长的人身上。 你将会获得更加充实和满足。 面对那些喜欢炫耀,打压和羞辱别人的人,毅然选择离开。 我明白,与其沉浸在这种消极的环境中,不如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那些真正支持我,关心我,并能带给我快乐和成长的人身上。 我决定寻找那些有着相同价值观和理念的朋友,那些在困难时为我鼓励,在成功时为我庆祝的人,他们不会让我感到压抑,而是鼓励我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在他们身边,我能够真实地展现自己,无需压抑或隐藏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学会了更加珍惜和爱护那些与我相伴的朋友,我主动与他们分享喜悦和烦恼,感谢他们在我生活中的存在,我们互相扶持,共同成长。 这种友情让我感到无比温暖和满足,我也逐渐认识到,朋友之间的关系需要时间和努力来经营。 我主动与朋友保持联系,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事业。 我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,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,这种互相尊重、理解和分享的友情,使我们之间的纽带更加坚固。 在与这些真挚的朋友相处的过程中,我逐渐摆脱了对他人眼光的过度关注。 我明白,无论我的选择是什么,只要我坚信是正确的,就无需在意别人的评判。 我相信,真正的朋友会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支持我,给予我力量和勇气。 在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伴的岁月中,我会获得更多的快乐,成长和满足,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过上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。 每一天都如同一幅画卷,展现着与朋友们共同创造的美好时光,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陪伴下,我感受到了更多的快乐和成长,我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充实和满足。 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定立过义务,却总能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,无论是闲聊时的笑声,还是面对挑战时的相互支持,每一次选择都是我们愿意为之付出的证明。 从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开始,我们走进了彼此的生活,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。 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,我便得更加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,他们不仅是我生活中的伙伴,更是给我提供智慧和鼓励的导师。 在他们的陪伴下,我学会了坚持不懈和永不放弃的精神,即使遇到了失败和挫折,我也会继续向前,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长,我也不断重塑着自己的人生轨迹,他们给予我启发和影响,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自己。 我学会了包容和理解,学会了尊重和接纳他人的不同,通过他们的引导,我不断探索自己的兴趣和潜能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热爱和天赋。 这个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度的岁月,如同一场丰富多彩的盛宴,我们一起闯过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,也分享了无数的欢笑和喜悦,我们互相激励,互相扶持,为彼此的成长营造着温暖而充满动力的环境。